暖心治愈系电影连仓物语 今日正式宣布定档9月14日 并同步曝光预告片和海报 该片由山崎会指导 谢雅仁、高田冲熙、低真一、安藤英领先主业 讲述了连同两个世界的古都连仓中 发生的一系列奇妙治愈的爱情故事 该片日本本土创下30亿日元的票房佳祭 并获日本电影学院奖三项提名 高田冲熙是贤惠娇妻一色亚妓子 连同两个世界的古都连仓人 与妖怪坚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此次发布的海报中 饰演推理小说《加一色》 正合的借亚人与饰演两妓子的高田冲熙 乘坐在连仓特有的江支店电车上 彼此依偎十分甜蜜 身边的青蛙男羡慕地看向二人 这趟江支店正是连仓连同两个世界重要的交通工具 整张海报散发着温馨的浪漫氛围 人与妖怪和谐共存的背景亦被交代清楚 预告中则曝光了更多电影信息 影片以日本的古都连仓为背景 数千年来 人类与妖怪在此和谐共处 不仅有随处可见的萌萌的小妖怪 还有任何人都能逛的妖怪们的夜市 深爱妻子的青蛙男低真仪式 戴面具的死神的安藤英氏 不请自来的穷神田中 敏试 奇异事件搜查员 要认识的神秘角色也相继登场 然而恶雨突然降临到一色正和羽亚妓子身上 迫使一色正和依然奔赴一世纪 不惜性命也要夺回妻子 预告片中下辈子我一定会找到你 就算让我赌命也在所不惜 等对白不仅激起令人感动 也让剧情走向个人物 命运愈加扑朔迷离 借雅人是推理小说家一色正和 日常暖心借雅人高甜充兮撒糖 不停扇其柜展开想象力传达 爱与善良辈业界评价为荣效表演喜怒哀乐的日本实力派演员 借雅人此次在连仓入语继续呈现出精湛演技 塑造了一个睿智而又不失同心的中年男人形象 而与借雅人组成最甜年龄差CP的高甜充兮 表示十分享受亚妓子日常和老公甜蜜互动的戏份 导演建议他直白地表现出对老公喜欢到不行不行的感情 于是他不仅在片中全面展示了什么叫老公啦 甚至在片场休息室 两人也常常并排而坐 各自做着不同的事情 就像生活在一起很久的老夫老妻一样 曾知道哆啦A梦伴我同行 寄生兽等家座的山崎贵 以及独到的细腻手法 在不同题材中刻画人士的暖心情感 此次他借用古都镰仓温馨而又神秘的氛围 将心情、爱情、友情等世间情态 融入其中 同样是想给观众展现一段 有关爱与希望的治愈故事 众多日本观众被触动 纷纷表示为爱冒险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对方